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看 这个国际题的部分 美中台的关系 现在呢 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越来越紧张了 而且呢这里头 也真的是超有戏的 我们就来看到这个美中关系 因为最近不是因为 这个侦测气球的部分 飘到了美国去 结果引发了一系列的 这个紧张的情势吗 但是我们来看到 因为现在呢 俄乌战争也一年的时间 会不会继续的下去 那端看 谁在提供他们一些背后的武器 我们就来看到美国总统拜登呢 在2月24号他就说 他是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的专访 他说他不预期 中国呢会采取重大的举措 向俄国提供武器 他说去年夏天呢 跟习近平谈话的时候呢 已经明确点出了 军援俄国的影响 如果北京呢月线的话 向俄国提供武器的话 美方会有所回应 要祭出严厉的制裁 但是我们就来看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怎么说的 他在2月18号呢 接受了美国这个CBS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了 中国正在积极的考虑 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的武器 但是所以这个话 好像听起来 跟拜登又好像不太一致 这同一个国家 一个总统 一个国务卿 为什么对于这个事情 好像是看法不太一样 我要问一下这个韩兵哥 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包括了这个 美国的CIA局长呢 他接受了美国访问的时候 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也谈到了台湾的部分 他说不认为了习近平已经做出了 是不是要侵略台湾的决定 他说有必要呢 非常认真的看待习近平 最终要控制台湾的企图心 最基本的判断是什么呢 就是习近平呢 跟他的军方的干部 目前对于中国 是不是能够达成 侵台的任务是存有疑虑的 好 一方面是台湾的部分 一方面呢 是这个俄罗斯的 这个跟乌克兰的战争的部分 好 看起来呢 美国自己内部 是不是也有一些些的矛盾存在 还说他们本来 就是两手的策略 拜登这样子讲 然后呢布林肯又是这样讲 真是让人家觉得 是蛮有戏的 美国对于这个整个 这个说这个中国大陆 原恶的致命性的 这个武器的部分 似乎好像也是有出路的 我想美国最近 我觉得他们在乱打一通 乱打一通 对啊 你看 最近不是美国能源部 不是公布一个报告吗 说这个新冠肺炎 很可能是从中国实验室流 实验室流出来的 可是呢 那个文件上面打什么 你知道 低可信度 低可信度 那这也就是他们自己的评估 都认为这个可信度很低 对 可是还是要拿出来大做文章 所以这什么意思 就是现在没有为什么 就是能够凑你老公一下 我就凑你一下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同样的 美国过去 已经指责过非常多次 包括之前伊拉克 然后包括很多国家 他都说你有大规模 杀状性武器 你准备要援助谁 你准备要援助谁 证据呢 包括别的不要讲 前两个礼拜 吵得沸沸洋洋的气球 请问一下你不是说 它是间谍气球吗 气球被你们打下来了 残骸你也收到了 证据拿出来 后来就不了了之 因为拿不出来 就这么简单 它就是个气象气球 你就要拿什么 你就要拿什么东西出来 但美国现在没在管 他现在就跟你随便讲 我说真的 你如果说要 老共真的要提供他武器的话 你美国会监测不到吗 对啊 你美国有那么多的卫星 你有这么多的间谍网 你会监测不到 尤其是这么大规模 如果一点点那个 对整个战局没有影响 那如果是大规模的话 你一定会看到 因为像北韩提供给俄罗斯 他们就马上监测到 那中国要怎么躲避这个东西 而且你看 中国大陆一直以来 他的讲法 他都是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 他一直认为说 乌克兰跟俄罗斯 应该要坐下来谈 应该要何必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利用战争 可是问题是美国 为什么一直不断 要强调这件事情 其实很简单 因为他现在最怕的是什么 他现在最怕 万一真的在中国主导下 和谈了怎么办 他怕的是和谈 当然 他是希望战争打下去 万一要是和谈 那怎么得了 而且又是中国出来当 因为你想想看 假设 因为中国大陆最近才提出 12点和平声明 假设真的 因为你看欧洲这些国家 已经快撑不住了 所以你看马克宏 欧洲这几个领袖 都对这个和谈表示欢迎 因为觉得说反正有一个机会 甚至连泽伦斯基 自己都讲说他想要去北京找习近平 想要去跟他聊一聊 虽然他不认同12点钟的某一些点 但是他显然也需要习近平的帮助 所以现在对美国来讲的话 他们最害怕的事情就是 万一真的被习近平 对中国大陆促成了整个和谈 那美国脸要往哪个 那他完了这一局 就整个破了 所以他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你看 中国大陆提的是和平 是和平生平 是希望双方来和平的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立刻反对 很奇怪吧 人家要和平 全世界都希望能够这个战争结束 你就算美国觉得不可行 或者其他的地方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没有人直接反对和平协议 我就我不赞成 他可能心急了 太急了 所以就已经展现出来 美国的态度就是什么 他根本不希望和平 和平协议 他希望就是这场战继续拖下去 拖到他觉得够了的时候 他觉得赚够了 是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 所以他现在只好 因为他没有进一步的证据 只好每天在那边讲 一下找个媒体 然后一下就CIA跳出来说 我们有理由相信 怎么样 你每一次都有理由相信 但你要有证据才行 不是有理由啊 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嘛 因为美国人欺骗全世界 已经欺骗了太多次了 拜托你这次拿出真实的证据 拿不出来的话 就是你美国人又在胡说八道而已 大千哥你怎么看哦 就说这是不是美国这个衰败的前兆 因为看起来包含他一些官员 你看连总统哦 国务卿哦 还有这个CIA的局长哦 全部都出来了 但是他们讲的话 当然全部兜起来就发现 哎 他们话其实都兜不起来的 就好像是各自讲各自的 真的也太奇怪了 不是一个大国吗 一个国家吗 为什么他们讲的话 都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口径 就一个人讲一点 一个人讲一点 太奇怪了吧 对而且你会发现 其实美国的说法 有很多逻辑上的矛盾 就是说如果第一 中国大陆打算向俄罗斯提供 毁灭性的武器 那他干什么出来 呼吁大家坐下来和谈呢 就是如果他提供了毁灭性的武器 和谈就断无可能了 那么所以韩明刚才讲的很有道理 就是现在显然美国担心 俄乌战争的这个主导权失控了 就是对泽伦斯基来讲 对普丁来讲 现在中国大陆恐怕是 他们能够接受的一个 最大公约数了 那么如果中国大陆 真的出来主持公道了 希望大家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美国马上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 所以美国才在这个时候 故意抛出这样的讯息 那这样的讯息 某种程度来说 就是造成了乌克兰 对中国大陆的敌意 因为他告诉 等于是告诉乌克兰 他不是要告诉全世界 他先要告诉乌克兰 所以你不能相信中国大陆 因为他准备要向俄罗斯 提供毁灭性的武器了 这第一 第二个就是 事实上美国对中国大陆 本来就是一种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 罗资罪名式的做法 就是他原本希望想尽各种办法 制裁中国大陆 从俄乌战争开始到现在 他没有停止过 不断的鸡蛋里挑骨头 不断的要影射 不断的要这个 这个想办法来栽赃 说中国大陆有在私下援助俄罗斯 只是他找不到任何的证据 所以他想要一次 一箭双雕 一石数鸟 利用乌克兰 这个弱化的俄罗斯 在制裁了中国大陆 对他来说是最好的如意算盘 可是现在显然 这个在过去这段时间 没有办法找到任何的证据 所以现在只好用这种 似是而非的说法 希望把中国大陆 罗资进来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么第三个我要讲的是说 最奇妙的是 美国不准中国大陆 去军援俄罗斯的原因 是为了公平正义吧 就因为他认为俄罗斯是侵略者 所以中国大陆不应该站在侵略者这一边 那真的是很妙了 那你美国呢 你美国扮演侵略者的角色 扮演过多少次 那甚至你美国现在在晶片 在科技上你全面的围堵中国 你不准这个荷兰的ESMO 卖光刻机 你不准日本卖化学原料 你不准各式各样的国家 你要试图要限制中国大陆的这个晶片发展 这难道就符合公平正义了吗 所以这全世界就是你美国说了算就对了 所谓全世界的秩序就是美国的利益优先 就只有这句话而已嘛 所以你美国这个时候跑出来 你指责中国大陆指三道四的 从这个雪曼苏利文到 到这个布林肯 可是有没有想过 大家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美国在过去扮演过这样的角色 扮演过多少次 美国入侵其他的国家入侵过多少次 美国罗兹了一大堆的罪名 打到现在就像刚才兵哥讲的 伊拉克到现在可能还没有发现 当年他所讲的大型毁灭性的武器 没有发现 伊拉克都已经要撤军了 这场战争不知道打了多久了 那大型毁灭性武器到底在哪里 也没有看到 所以事实上这些事情 都只反映出来一个重点 就是美国试图要用各种方法 弱化中国大陆 希望利用各种借口制裁中国大陆 所以接下来美中对决的这个格局 在短时间之内恐怕很难改变 那么在这个格局过程当中 最有可能受到牺牲的就是台湾 所以我们刚才一路讨论下来的问题 都是关于到台湾的未来跟前途 2024年我还是要重申一次 那就是战争跟和平的选择 老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蒙蒙水 放通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 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蜡气的推荐代码CPI567 还有足够出人物CPI444